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供血不足不是病,发作起来可能会要命的。 统计80岁以上的人群中,供血不足的人占90%。 60多岁以上的人群中,不同程度的供血不足占80%。 脑供血不足弱不及时的治疗,很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、脑梗塞、惯性病、甚至痴呆大。 所以说现在的中老年人,真的是应该提早预防起来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食谱,经常吃,可以预防脑梗。 我们跟着视频了解一下。 黄豆富含益黄酮,含有人体必要的八种氨基酸,以及多种维生素,可断解癌细胞的营养供应。 大豆富含的卵磷酯,是血管的清扫,对降低血中胆固醇,对防高血压、冠性病、肚脉中央阴化都有很好的帮助。 屈黄豆能够让头脑聪明,黄豆含有大豆卵磷酯,是大脑的重要组成之一。 屈黄豆有助于预防老年去呆打。 黄豆含有植物蛋白,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 屈黄豆能够降低胆固醇,改善脂质因化,可以提高精力。 大豆蛋白能够增强大脑劈层的兴奋,抑制作用,可以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。 还能够缓解俗伤的心情,吃黄豆有很好的美容助言的作用大。 核桃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坚果。 核桃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。 核桃,蛋白质,氨基酸,维生素,钙、磷等微量元素。 经常吃核桃,有助于补脑。 核桃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以及人体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。 这些成分,结为大脑组织细胞代价的重要物质, 可以滋养脑细胞,增强脑功能。 吃核桃对皮油有很好的作用,能够帮助改善胃肠便秘。 核桃中含有蛋白质,维生素,亚麻,油酸等成分。 这些物质,对皮肤细胞代谢修复,都有很好的作用大。 无论是老年朋友们,小孩子,每天都要吃上几颗核桃, 又能够补脑,还可以补钙,营养基金的丰富大。 燕麦是一种具有很高营养价值的食物, 其实不是一种增肥的食物,而是一种减肥的食物。 比较适合减肥的期间,吃一些燕麦。 燕麦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大, 吃燕麦能够很好的增加饱腹感, 对于消化有特别好的辅助作用。 一小杯燕麦,就能够填饱一个人的肚子。 燕麦还能够消掉体内出存的热量, 将体内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, 达到瘦身排毒的作用。 吃燕麦对于你的好处是很多的, 可以养肝护肝,有利于大脑的发育。 燕麦中含有的亚马酸, 为人体必要的脂肪酸, 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。 亚马酸是合成前联素的必要成分, 维护人体正常的性机能。 长期使用有助于缓解男性功能的障碍, 还可以预防动脉中央硬化、 高血压、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。 再准备红枣, 我们把红枣抓洗干净。 红枣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, 红枣的维生素含的比较丰富, 所以被誉为维生素含。 红枣富含特别丰富的铁、 钙、鑫、维生素。 钙含量比较充足, 平时要多吃红枣, 就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老话说, 一时三枣长生不老, 红枣具有很好的保健功效, 平时要多吃一些红枣, 既能够补充优质的蛋白质, 还可以补钙, 增强免疫能力, 增加钙含量, 是我们的皮肤气色都比较友好的。 红枣也可以泡水喝, 也可以煮汤时候放上几颗, 坚持吃量一段时间, 你会发现气血充足, 脸色好看, 补气血, 美容蛀眼,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, 一定要多吃一些红枣。 下面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破杯机里面, 我们加入水, 直接交打就可以了, 达成细腻的糊糊, 如果喜欢喝糖的话, 加入一勺糖, 不喜欢喝的话, 就直接原汁原味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这做视频不容易, 请您发大大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, 领了每个支持和点赞, 独手前面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打好之后, 我们就可以直接喝啦, 特别的细腻顺滑, 比较好喝的, 这样做好的米虎汤, 具有很高的滋补作用,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的, 特别的细腻, 如果不喜欢喝米虎的话, 也可以用煮成粥和,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就可以了。 燕麦, 核桃, 红枣, 黄豆, 其中是在黄豆道一起打成了蜜活, 能够很好的浆血脂, 改善肥胖, 黄豆中的大豆卵磷脂, 能够降低胆固醇, 改善新陈代谢, 含有的植物固醇, 减少肠档对管固醇的吸收大, 有很好的降脂的功效, 而且燕麦富含纤维组, 能够加快肠档的蠕动, 牵着肠档的垃圾, 毒素, 能够缓解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的增加, 对肥胖具有很好的预防改善的作用的。 那么脑梗应该注意什么的饮食方式呢? 少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, 脑供血不足, 或者是脑梗患者要注意的, 少吃或者是不吃高脂肪的食物, 防止血液变得粘稠而导致的并发症, 像各种的肥皱, 动物肝脏, 全之类的奶油, 蛋黄, 鱼卵等这些食物应该不吃大, 少吃一些甜腻的食物, 脂肪的食物, 想要预防脑梗, 缓解脑供血不足, 最好不吃甜食, 不吃辛辣的食物, 特别是蛋糕奶油, 面包之类的, 或者是腌的一些咸菜, 再者就是不能吃一些红肉, 特别像红肠, 香肠, 腊肉之类的, 这样的食材呢, 虽然口感好, 商家为了保证风味, 加入了很多的材料, 食材比较多的话, 高血压会升高大, 高血压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无声杀手, 长期的高血压, 会导致出现动脉中央硬化血管破裂, 出现痙攣优发血栓堵塞血管, 脑梗这种疾病与饮食器相关的, 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做好相关的调理, 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。 好了, 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,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你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,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,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, 我每天都会分享中的养生支持, 与大家更新的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